大街上阵风上下班 始先出现了非常惊险的警匪追逐站 好来关心一下了 这10号晚间7点多 这位男子偷妈妈的车到处啪啪噪 还挂上自己被注销的车牌 两位远景发现车牌跟车型完全不相符 结果呢男子又行机可疑 马上上前来盘查 但是没有想到他拒检逃逸 沿途还倒车八股撞倒了警用机车 警方追了这400公尺 直到最后远景发枪 赫令下车 好男子被破窗压制 也搜到毒品上考待会 下车 下车 干什么东西 远景持枪 赫令车上驾驶立刻下车 警方破窗后 立刻把驾驶从驾驶座车到大马路上 这下他终于乖乖就范 但一开始男子完全不配合 在下班的尖峰时刻上演金匪追逐 激烈冲突万如电影清洁事发在新北市板桥 十号晚间七点多 原来警方先在拐前西路上 发现这辆银色轿车车牌被注销 上前拦查去拒捕 警方沿途追了400公尺 出动快打部队以优势警力压制嫌犯 果然在车上找到满满的毒品 过程中两名警察因为破窗 手指轻微擦伤 他母亲车辆失窃之后去报案 但是他不晓得是由他儿子所偷的 那他儿子也为了避免说 开部失车在路上被警方查气 为什么偷妈妈的车 是因为车上有毒品才撞警察啊 原来是七岁的陈希男子 有毒品等多项前科 他开的车是母亲所有 但他知道已经报失窃 他就换成自己注销车牌 在路上爬爬灶 但眼尖远景一查 颜色车牌都不符 男子心虚跑给警察追 下班时间才会胡乱上眼冲撞 索性追捕过程没有伤己无辜 记者谢文翔在新北市报道 好来关心了 这是高雄近期重大的治安事件频传 不过上报公布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 高雄市长陈琴迈从去年8月市长补选后上任到现在已经满了半年 但是呢高达68.3% 其实呢这样的市民对陈琴迈的施政感到这个满意 但只有21.4%的市民不满意 而且支持的族群终以18到39岁最高平均达到8成 不过另外呢在维护治安的整体上头的表现 不满意的是27.9% 但问题来了高雄接连枪击案呢 这个是被基势这个沁济之都吗 民众惊叹居然连面包师傅都有枪 好但中央却没有像2019年一样拔关警察局长 又派内政部长跟警政署长南下来作战 国民党痛批根本双重标准 如果用2019跟2021年来比较的话 那大家都记得当时是韩市长执政的时候 曾经也发生这个治安事件 那当时发生这个治安事件呢 我们就看到徐国勇跟警政署署长 然后南下关切 作证指挥 就是把这个治安事件呢 看得非常的重大 然后呢是希望这个整个 这个高雄市政府要上警发条 把螺丝锁紧 然后呢这个苏贞昌呢 那他们大阵仗媒体就问苏贞昌说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会不会阵仗太大了 苏贞昌还说 这样子相关首长下去协助并无不妥 他也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做 但是呢时空转换 现在变成是陈其迈执政之后 他们两个人的做法跟说法产生非常大的改变了 徐国勇当时是亲自南下作证 然后要去凸显这个高雄治安不好了 要由我中央来接管 我中央来帮忙 但是同样的我们看到这几起治安事件 比起韩市府时代是更严重的 但是呢这个徐国勇他在做什么呢 他去拜庙啊 当天他是去拜庙 然后他的指挥呢已经不需要坐镇指挥 他是变化指挥就好 那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双标 在高雄市居然发生 夫妻吵架 也有枪 面包师傅也可以买到枪 然后一般的民众居然看到的是说 他们在只要一言不合 也可能就掏出枪来 所以大家在问了 高雄市现在真的枪支这么泛滥吗 这么容易买到吗 所以陈其迈市长 你的两年拼四年 是要把高雄市拼成高潭市 让所有曾经让在高 生活在高雄的人 都非常骄傲的这些高雄的民众们 都突然觉得说变成被嘲笑的对象吗 在这边针对昨天苏贞昌院长 他所谓的 这是一个突发的情杀 仇杀难免 我在这边也要代表高雄市民 请问苏贞昌院长 你当院长的时候 两度撤换高雄市警察局长的霸气 到哪里去了 苏贞昌院长 我认为你欠高雄市民一个道歉 苏贞昌院长你要收回你这句话 你应该要展现说 高雄现在治安败坏 你要怎么样让我们高雄的这些妇女 孩童出门在外的时候是一个安全的 所以你应该是要展现出魄力 但是居然我们看到的不是 你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宽容 然后对陈其迈是百般的包容 做错事都没有关系 做得不好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 真的是双标太严重 对台湾整个社会来讲 也不是一个好的说法 昨天陈其迈市长与黄明昭局长 说他要做肃清枪支追溯来源 请问一下 现在难道就没有在肃清枪支追溯来源吗 难道过去没有再做这件事吗 只要发生枪击案 然后换了局长 台南高雄都被换过 最近这样子的发生 台南也两件凶杀案 高雄现在也两个人被枪杀死亡 你们有还换局长吗 你们的标准到底是啥 没有标准想换就换 派系决定 那是怎样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你讲啊 你的标准是怎样 这说譬如说 过程 譬如说我们上次有三四天 然后甚至还有继续的斗殴 那有的这个是立即破案 马上就处理 那他的突发 或者是他是一个整个 已经都已经知道状况了 但是你没有去防止等等 他会用各种 各种的绩效去做 如果好你讲了这个标准 不好意思啦 一分钟就好了 我的时间搞 如果以你现在讲的标准 台南应该要再换了 台南应该要再换了 咖啥 如果可以这么多的